剛才是學生的學生 學生的學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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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覺得時間過得非常快 然後一下子就要 跟新進來的學弟有一些交流 那自己其實也蠻興奮 也蠻開心 蠻期待的 不太有什麼變化吧 那就是畢竟 所以自己還是身為學長 所以還是希望表現不要太差 不要像一個新人一樣 可以跟不同隊的好手 就是可能一年級 二年級 甚至有少傑、傑哥 所以大家打得開心 然後拿出最好的表現 讓這些學弟看得比較好 對 一些防守的問題不要管 按個位置為你們 效果就對了 人間學長多一點 特別是我太熟悉了 哈哈哈哈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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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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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進職業隊我覺得最有改變應該是心態吧 因為要去接受還有去適應很多球隊 還有適應一些不同的人還有一些學長跟隊友 那相必心理上或是一些身體上都要去調適 然後去甚至去加強 球技當然一年比一年好 就是因為自己平時就比較努力嘛 那改變比較多的是心態 就是你要從一個在大學打的算多的球員 然後轉變到職業隊 也許你上場時間就是那零碎的幾分鐘 那在這幾分鐘你要如何把自己的心態 調整到正確的位置 然後不要去在意上時間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部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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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